开学了真是可喜可贺 欢天喜地 许多家长内心呼喊太棒了 台北市有国小一早上门口 引满家长和学童拍照留念 还有妈妈感动到饭泪 你有紧张吗 有 我就还蛮幸运的 因为今年可以陪 之前两年好像都不能陪 防疫松绑 今年家长终于可以陪着 小姨新生进入校园 有别于台北市 国小人多热闹的盛况 中部地区难投机彰化 不少国小都受少子化冲击 校园人烟稀少空荡荡 南投有五间国小 今年新生数都只有一人 最惨的是位在积极的 永昌国小富山分校 今年度新生数是零 一个人也没有 以这个学生的受教权为 最大的考量的前提 再来演绎有关于小校 整并转型的相关的议题 彰化今年小姨新生 则只剩一万四百一十一人 全新有一半 共八十七校 新生班级数只有一班 有三十二校每班则不到十个人 其中有两间学校 每班还只剩三个人 我们全国都是各县市都一样的 就是新生人数减少的冲击 开学两样勤 六都国小招生没问题 其他县市甚至偏乡区域 则面临招不到学生的窘况 并相互转型 将成为这些学校寻求出路的解套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